许愿呢 现在就开启中天新网址App 点击首页右下角 好运龙福袋 有五款福袋 供您选择斗内 您的福袋和名称 会在镜头上秀出来哟 您的留言 也会在下方的跑马灯出现 祈福福袋 及时许愿 斗内中天 重返五二 所有的斗内 都请亮丽而为 所有的斗内 我们都欢迎 都感恩 上面有Live 我是先看到这个Live的字样 后来才发现原来有多一个 这个很可爱 它宽 宽了以后呢 你这样挂在脖子上 其实呢 一点都不会觉得痛 还蛮舒服的 像我们现在就会 常常忘东忘西 一忙 然后更容易就是说 拼命的在找手机 如果说你有一个挂绳 然后你随时可以挂在脖子上 或者是你不挂着的时候 可以挽在手上的时候 就会相对而言 比较不会让你手机找不到 长辈很失用 上班族也很失用 那学生我觉得也很需要 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装饰 是不是每个爱的 桃圆市南坎国小的同学们 骑着独轮车 自由地在舞台穿梭 还能站在轮胎上 和队友牵手前进 桃圆市立儿童美术馆 即将开始试营运 也邀请建筑师 山本林显 说明他的创作理念 以艺术山丘为造型 规划有展览厅 国际演讲厅 还有儿童艺术图书空间 和工作坊 希望体现游乐化展馆 景观化建筑的设计初衷 从4月开始 一直到9月底 我们在这段时间 全部都是免费的开放 让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体验我们 全台湾唯一的 桃圆儿童美术馆 从今天开始 一个月左右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 适合儿童的这种 艺术的相关活动 包括小小艺术家的市集 包括书展 包括讲座等等 市营运期间 桃圆儿美馆 18岁以下观众 全部免费 市府也做好交通 书岛规划 鼓励大家来 亲近艺术体验 美好生活 记者胡佳元 王树明 桃圆报道 晚间6点01分 欢迎大家 走电卢秋芳中天 辣碗 今天天气好好热的 跟夏天一样 但是清明节 据说又会变天了 提前做好准备 然后谢谢我们的班长 HUCY 我的天哪 今天我们连结 3.08分就上架 难怪蜡粉大崩溃 不要说你们 我有点崩溃 这么早 然后Ben你是怎么抢到 第一名的呢 Ben说这么早抢 就是为了看秀方 Ben也开始撒糖 来Ben第一名 班长第二名 你们两位真厉害 还有浩斯第三名 庆章第四名 Kevin第五名 六到十名是Jack 专融 修齐 欢开散 还有万花筒 然后十一到十五名 漂亮店长 圆外赵宽 林小姐 还有Nala 君彦跟圆外问好 圆外第八名 恭喜梁宇 这个月电 嫦娥 CTI285 谢谢梁宇 是我们的成语老师 赵宽跟珍妮问好 漂亮店长 跟坤光问好 Aprim来夏同学 跟圆外问好 在台湾好多好朋友 对不对 都是蜡粉 鸭鸭跟慕斐问好 Lucy跟南京的陈臣问好 不管你在哪里 在蜡粉聊天室 我们就都是好朋友 许美到了 这个木匪说 蜡蜡的秀芳就是蜡 这个木匪也开始撒糖 撒糖是会传染的 大家知道吗 Elaine 四十百在眼前 尚品一笼 高婷进四日本同学 昨天没有点到我 今天不要忘 我觉得我好像每天都有 为什么大家 这些朋友都是 每天都一定来的 没看到你们 我会感到不安 君彦跟祥正问好 明珠 石华 舒华 Casey 君彦是帮这些同学打卡 服装室 还有Jack 知识态度正能量 相信自己 谢谢有你 金群 佳音 Behold 还有Jason 秀芳你好点了吗 我看到你用卫生纸 在醒鼻子 你有好点吗 有时候天气变化 会有点过敏 一下擦眼睛 一下擦鼻子 好 Jungle 台中粉丝 天天来 这个大点名 点了分钟 怀听先东 凤朱新春是红 还有灰窗 小碳子 真的假不了 EBF 足宝采金 喵头鹰 WZYTT 阿福 文力SG00 完整的蜡粉清单 在Jack的手上 Mrs. Young 一妈使破 然后Jack 来 这个夜上落如雨 月色白四双 深夜方读作 指印丝绣风 你的这个诗 越来越高阶 Say no one 天天开心 我看到你了 晨晨一大点名 南京的同学 点了谁 点了外楼 Keyman天师 巧巧珠珠 上品广一 教堂吐司 宿珠 原文WWF 还有羡慕动痴 好多人关心你说 羡慕动痴 怎么这个时间没有来 就后面就出现了 大家松一口气 祖良 石华全民 CP1 马蜀142名 我不太会说话 但我要说秀方 真的漂亮 马蜀嘴巴也好甜 谢谢你 谢谢马蜀的好朋友 家财到了 许美到了 包样 还有伟光 借着令 喜欢被秀方点到名 每天来拉一下 蓝 最爱秀方姐 谢谢蓝 而 Jack再度大点名 点了魔鬼天使 配云 女人 新省 威 Lily B Samsung 建名 苹果云 Kitty 毕竟 贝贝 预先 苏林快活领 Ignatis 永乐 David都到了 一行 加龙 广一 正一 秋分 Bernie 旧爱中天 每天等你这四个字 许美 点我 看到你了 许美 秋刀雨来了 板娘到了 休息 刷一盘玫瑰给我 国荣 蜡粉晚安 你好 Cassie 她跟俊燕问好 然后这个 俊燕说 欢迎北京的蜡粉 Cassie Cassie住在北京 你好 然后Gary 住秀方 儿童节快乐 谢谢你 Garry 好 来 这个 还有八戒 到了红豆豆花 Nala 感恩 这个雨霜的问候 Sweak 另外宣明 电缆的心 红翼 一枚 Hongshang 马来西亚同学 美方 月香 Nala 漂亮店长 明华家财 祥证 小胎案子 慧迎金之 还有板娘 来我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那一样 所有点到的同学 我要推给你 不只是因为CTR 28我的关系 最近我好多同事都感冒 我自己都有点担心 有时候会过敏 所以这个水神 细菌病毒都可以消除 这个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无色无味 家里面有年纪大的 年纪小的 酒精很刺鼻 这个真的比较不刺激 就跟水一样 没什么感觉 但是它的消毒能力很强 有大的 家里透天处有办公室用这种生成机 买回去之后呢 自己生成这个水神 你就可以拿来什么擦桌子 擦地板 洗床单都可以 这个物化器放在办公室里面 还有这个大桶的 有没有 另外还有小瓶的 所以大家按照需要选购 保护自己 保护全家人 这是我们的推荐代码 输入的话就有折扣 另外我们的快点购 有没有 QR Code在这里 里面非常多的好商品 这个是我大推的 因为我吃了有感 我就推给大家 益生菌 这个全中天新闻 最有温度的推荐代码 也是那个CT285 可以拿到折扣 里面有很多超级食物 另外还包括来 像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生态 卖得非常好 还有我们的手机挂绳 接下来廉价 别忘了带挂绳 手机不会掉 还有千惠格格的白胜豆 然后另外呢 还包括我们的姜黄 等等等 里面有很多的好商品 吃的穿的用的 包括这个背包水壶 也都还有 那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烂碗报 回馈给大家 很简单 你就不用记得很复杂 因为只有一个 叫做CT285 不管是哪一种 就输入这个推荐代码就好了 所以只要记一组就可以 因为它是全中天新闻 最受欢迎的冠军推荐代码 你只要输入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到折扣 然后呢 我们烂碗报呢 开会就有咖啡可以喝 这叫做互相帮忙求进步 真的进步很大 25个冠军 我们全部拿下 好开心哦 一个冠军都没有漏掉 这就是知识态度 正能量的力量 辣碗报团队 谢谢大家的帮忙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 今天的关键字 这个 这个美国来人 我们的金门 实弹射击啊 紧急路上的部分 海上的部分呢 紧急取消 那之前 辣碗报看到了这个题目 我们连坐了好几天 它的实弹射击时间 就从今天 4月2号开始 所以今天我本来就要看哦 今天实弹射击之后 大陆会有什么反应 就突然之间取消 但是刚刚好 我去打听了一下 发现那个末后的过程 非常不寻常 稍后跟你讲一些 我独家知道的讯息 好 另外呢 还有包括这个Rosenberg 见赖清德 画面肢体语言 真的会说话 你看到Rosenberg 靠着椅子 脚子个翘起来 我们的赖清德 准总统板凳坐三分之一 谁是老板啊 你知道那个肢体语言 我就没有看过 赖清德这么恭敬过 有没有 蛮特别的 还有这个普丁铁勒信 要报仇 在乌克兰又炸出了一个 1000公尺高的迅状云 画面非常的惊悚 还有小米车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后发 有没有先制不知道 但确实是销售很惊人 它的关键核心曝光了 除了上次我们跟你讲的 东莞力量之外 稍后我们来看看 长沙制造 制是智慧的制 它的幕后还有很多 像比方说宁德时代 用它的电池等等之类的 来看看小米车的一些 关键核心 另外华为很特别 华为才刚刚公布了 它们的利润的一些营收 成绩很漂亮 是不是遥遥领先 是嘛 但是你知道吗 任正非下了一道指令 以后不准再说遥遥领先 因为交兵必败 只要讲的话 罚人民币一万元 罚人民币一万 你就知道 这家企业的精神 为什么会成功 绝不自满 好今天我们有很多 完整的报道 稍后都有详细的讨论 请大家别忘了 帮我们看好看满之外 中途要离开的朋友 也没关系 记得补课 现在按赞 然后每次补课的时候 都要帮我们按个赞 帮辣晚报冲一下流量 谢谢大家 每天造句我们的精华梗 金门的实弹射击 大陆这位专家 也算是指标性的人物金灿荣 他就录了一个视频 讲了一句话 台军竟敢在金门实弹射击 真是不要命了 你看到包括神医也好 包括大陆很多指标性的人物 把这件事情看得真的非常的严重 导致我们台湾的轻描淡写 好来我们来造句 谁谁谁 竟敢如何如何 真是怎样怎样 来时报应 小云竟敢说美空 真是让人看见陈董的真爱 还有这个什么Alex 王毕胜 竟敢三次偷懒 真是欠人骂 明华 马先生竟敢防禄 维护两岸和平 真是敬佩 Kinman 新潮流竟敢对抗新潮流 真是生死看 但很不服就干 还有Ben 人夫竟敢 无装备爬圣母峰 真是不要命 好来张将军 NCC连续15次法院判定败诉 竟敢赖账 真是无法无天 好来亮哥 王八千竟敢另找房东 真是不要赔睡了 我倒抽一口凉气 来委员 我立场跟他不太一样 只付八千块 竟敢睡在女房东床上 真是快乐得不得了 委员你不愧是财经专业 从财经的角度出发 看到没 我们辣碗报的视角 非常的丰富多元 好就是这样发挥你的幽默感 请大家踊跃造剧 那时候节目结束之后 到脸书粉丝页 知道吗 卢秀芳中天辣碗报 打关键字会跳出来 看看你会不会成为 今天的金巨王 好这个 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 祈福福带 就是你斗内的时候 那个画面很不一般 对不对 有动态的会飘出一个 这个福带出来 把你的愿望写在上面 也谢谢大家用这个方式 支持中天 支持辣碗报 也希望你的心愿 都能够成真 好来 紧接着我们就来看 今天的第一题 我们要好好讨论一下 本来今天开始 要陆续在金门本岛列宇 等等进行对海的一些涉及 这个题目 我们在上个礼拜 辣碗报有非常详细的 一个讨论 说真的 我们辣碗报每天的定题 因为我们要阅读大量的资料 有些新闻 你会看到登得很大 有些新闻登得很小 但有些新闻登得很小 并不表示它不重要 像比方说 要在这个金门这些岛 进行对海实弹射击 你把地图调出来 一看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 有多严重 因为距离厦门很近 而且两岸关系 此刻就是这么的一个紧张 所以辣碗报 觉得这个事情不单纯 我们请教了很多专家之后 在上个礼拜 辣碗报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没有跟上的同学 一定要补课 非常的重要 然后整个事情的新闻操作也很特别 因为国防部 金防部几乎都没有公布讯息 在哪看到的 在渔业署 为什么呢 因为海上的实弹设计 可能会影响船只 所以是用渔业署 帮金防部公布了这个讯息 经纬度标出来 但是从政治 从军事角度来看 我们辣碗报就看到了一些蹊跷 所以很早就开始讨论 来我先把地图 还有讯息整理调出来 先帮你回忆一下 有没有你们看到 这是大金门 小金门就是列宇 对不对 这附近像是大胆二胆 离下门就更近了 不得了 像后雨在这里 还有像包括复兴雨 蒙古雨 都在刘武殿的航道当中 那你就知道 2月14号翻船之后 到现在 两岸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 说实话有一个伤口 那这个节骨眼 要进行对海的时代设计 这么近 不是一种伤口撒盐的概念吗 不是一种挑衅的概念吗 所以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把时间都标了出来 有没有 最早开始的 本来应该是东刚 4月2号就要开始 后雨也是4月2号开始 都是今天开始 那最后结束的日期 是在4月25号母雨 在这个部分 那当然了 那我们也看到金防部 后来把详细的经纬度标出来 那昨天立将军就告诉大家 比方说 后雨这个 这个实弹要怎么打 他把它画出来 金纬度 因为立将军非常的专业 所以立将军看了每一个点之后 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这个叫做 在自己家里放个鞭炮而已 因为所有实弹射击都没有火炮 他那个打出去子弹 大概3000公尺 他说都是在我们的近限制水域内 几乎没有超过 所以就是在自己家里放了个鞭炮 但你知道那个感觉是我军威武吗 对不对 我军威武 不得了啊 在这个怎么讲 这个两岸关系紧张 还有赖清德就职之前 这个几个岛啊 轮流 轮流开始炸 好那今天4月2号开始 然后大陆的反应也很强烈 刚刚你看到金灿荣老师讲的 你听到很多什么沈亿啊 张维伟他们讲的 所以今天开始啊 不得了啊 那大陆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国台办的话讲得这么重 所有的这个大陆评论员话都讲的这么重 而且结论都是必然会有所反应 那我们赖晚报就很紧张 看看今天啊 4月2号后雨 还有东刚开始进行实弹射击之后 大陆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早上一看 哎取消了 取消了来 好我们回过头去 好来好再给大家整理一下啊 这就不给大家念了 看到没有 第一个开始的是后雨啊等等 好来我们回到刚刚那边 好开始很蹊跷 因为这个新闻基本上大家都没有等 赖晚报独家发现很特别 取消的方式也很蹊跷 你看到为什么会取消呢 对海射击是因为海象不佳 海面上有海物干扰 然后介乎安全 所以调整为陆地八场的射击训练 所以对海是很敏感嘛 因为海一过去就是厦门啊 那在陆地上你自己在这个大胆岛 这个没有人管你嘛 所以这个陆地上还是有射击训练 但是对海的取消 但是我就很想看一下 这个新闻稿到底怎么写的 所以今天上了金房部的网站 上了国防部的网站 通通都没有 上了渔业署的网站也通通都没有 那这个消息哪来的呢 我就跑去问 发布这个消息的记者 原来他呢 这个打电话去问金房部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啊 4月2号要开始这个设计 所以然后呢 然后打电话问金房部 金房部也不敢决定 金房部后来拒收去请示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呢 就给了个理由 说啊今天海象不佳 确实啦今天是有误 所以航班取消嘛 卡住戴力刚刚也是这样讲 然后所以呢这个对海取消 那路上是照常 那是整个4月都取消吗 好接下来通通都取消吗 然后这个金房部的 接电话的这位说呢 这我可没说 这我可没说 换句话说呢 这个讯息你在国防部 在金房部的新闻网站上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的新闻稿 记者得到的口头上的一个 这个讯息就是说呢 好今天是取消了 那接下来我可没说 会取消还是不取消 所以这个新闻的发布 蛮特别 因为说实话 这不只是影响渔船的一些作业 我方渔船大陆渔船 还有两岸的关系 对不对 还有大陆海警等等 全部都要有所动作 那你这个发布的讯息 极其低调 取消的过程当中 也几乎都是默不作声 这是要干嘛 我先问一下委员 你怎么看 当时发布要做实弹涉及 在你的节目里面 我就判断过 说因为禁限制水域线 被大陆的海警船图穿 认定为大陆的海警船 实施在法律性质上面 所谓取消禁限制水域线 蔡英文受不了 她觉得我下台之前 怎么可以不留下完美的据点 一定要表达一下 所以把过去 在所谓的误记以后 大概五六月以后 才实施这种实弹涉及 提前到现在误记里面 就表示说 你看我实施的实弹涉及 就是在维护我的信线之水预线 看你怎么样 我讨个面子回来 因为5月20号 她就卸论了 所以她要讨个面子回来 只是因为某些因素 她被迫取消 所以命令下得又来又急 会让蔡英文被迫取消的 当然不是国台办的发言人 陈兵华 也不会是大陆人大教授金灿荣 一定是有远方而来的钦差大臣 拿着来自于远方的圣旨 凤美成韵 白宫造约 爱清英文接纸 所以要求她 是不是不要在这么敏感的时刻 做这个动作 我用打断一下 因为我要先进第一段广告 我跟大家讲 今天的第一个涉及时间 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 立江勋说这是影响最小 因为大陆渔船也还没有来 我放渔船有时候还没出动 影响最小 就是在这个当地居民起床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看起来是搞得很宏大 但事实上你看细节的话 那个影响是小的 也算是有相当的节制 但只是宣传很大 那这次取消的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讲了内幕 这整个过程就是古离古怪 所以大家的判断 委员冰雪聪明 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人来了 大臣来了 那当然稍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 那种种的不寻常 那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还有赖清德今天怎么这么乖 反正只做三分之一 这中间是被骂了一通啥 这还真是买习惯 不此如此 钦差大臣是翘着二郎腿 对啊 我很少看到 然后你看那个服装 我们是穿着西装病庭 好 待会来看一下画面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五月十日晚间八点 中间娱乐台 我的伯伯怎么那么可爱 二 前总统马英九 四月一号到十一号 摔大学生访问大陆展开和平之旅 广州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陕西击败黄帝林 马英九并首度访问北京 五二零前马西二会 全力化解两岸兵凶战委 中间新闻团队 最新采访全程直播 并邀请专家及时评论 四月一号到四月十一号 请锁定中间新闻直播 马西二会 马英九访路和平之旅 全记录 桃马灯出现 祈福不带 及时许愿 斗内中天 冲返五二 好二月十四号 金门庄谈事件的伤口还没有米平 我方本来是决定四月二号 今天开始在金门好几个岛 是轮流进行对海的实弹设计 因为距离下门很近 所以消息曝光之后 大陆极度关注 你看到大陆的各博主 这个关注细节之外 这个语气都非常的强硬 包括陈兵华之前也讲了 3月27号陈兵华就说 因为我刚说是例行性 立将军在现场就说 金门金防部说谎 他几乎在金门待了半辈子 他说没有这回事 所以陈兵华也说 到底是例行性训练 还是有针对性 民进党当局心里比谁都清楚 然后结论是 如果挑衅姿势 胆敢轻举妄动 必遭失败 请问一下 挑衅姿势是谁 谁认定 你说我们有挑衅姿势 不是啦 如果大陆认定 你有挑衅姿势 那大陆就会有所动作嘛 所以这话真的是讲得很重 还有这几天 你看到噼里啪啦 一大堆大陆各军事博主 正式博主讲了一大堆 包括这位有指标性的 这个金教授 大陆人大的这个老师 台军竟敢在金门 进行实弹演习 真是不要命了 这今天我们的造句 那立将军之前 今天也一大早就发给我们 他说 列宇东刚今天清晨 他说根据他的了解 因为这是以前他的地盘 他说阿兵哥很生气 他说你知道吗 非常的麻烦 因为本来是早上五点到七点 就要开始进行 然后应该是半夜接到通知 临时要取消 他说为了让五点到七点 太阳还没有出来前 你在射击的时候 会有那个叫什么燕 会有那个 会有那个亮光 所以那个子弹 要有不太一样 比方说每四发是常规子弹 要有一发会有亮的子弹 所以你要重新去装填 现在一取消之后 你又要把那个会发亮的东西 又要拿出来 重新装填一遍 所以对于阿兵哥来讲 忙得不得了 之前准备了半天 白忙一场 现在子弹退出来 当然我们机防部说可不是 不见得整个月都要取消 然后因为本来设计时间 今天清晨五点到七点 可见取消的决定 应该是非常紧急 那这个取消 是不是感觉很没有面子 所以新闻当中 几乎都看不到 是因为这个中国时报记者 敏感度挺高的 自己打电话问金防部 才有了这个讯息出来 后来令媒体 到了下午才开始跟进 但金防部都没有说 也没有发布讯息 国防部也没有说 连渔业鼠都没说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要问一下亮哥 是不是因为 本来有没有 我军雄壮威武 我们要四月份 蔡英文下台前 画下一个雄壮威武的据点 后来这个怎么讲 灰头土脸的取消 所以再发布一个 是不是 这个倒是余悦署公告的 余悦署说 我跟你说 五月十四五月十五 五月二十赖清德就就任了 在赖清德就任期 二十号就任 十四十五 在乌丘也要进行实弹设计 是不是这个 灰头土脸的取消 这个要把回忆成 亮哥 选在五二零之前五天 是啊 是啊 这个严重怀疑 这个余悦农业部长 是不是赖清德不愿意选他 所以他就 这个不太可能 五二零 余悦史公告 这个金房部也有公告 这个金房部 刚刚中央社下午三点三十五的新闻是 金房部证实 所以他不是发布 是因为有人去问他 让他证实 说受到金门荣物海象的影响 那显然不是他自己讲的 他就呼应 这件事情 我也难以想象是邱国正做了决策 说要演习 因为邱国正 邱国正根本就不想连任 他惹这种事干嘛 而且他都说他睡不着了 还去惹这种可以让他完全睡不着 所以比较合理的推论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国安会做了决定 那国安会谁会去惹这种事 百分之百就蔡英文本人 因为谁敢做这种决定 孤立雄敢 怎么可能 他们都没有这个肩膀 所以我认为孤立雄也不可能是去下这种决定 就是可能有人建议可是一定是总统拍板 不然不可能会有这种事 对 因为姿势体大 这个也 你如果真的出事了你要担 对 因为丽将军就说 他说我赌邱国正没有这个胆 敢做这个决定 那我给你赌孤立雄没这个胆 孤立雄也没这个胆 秘书长也不可能做决策 大概都是做 有些建议然后拍板 就决定要这样做 所以比较合理就是 这个我们郑元兄讲的 这个拜爷派了钦差大臣来 那他们就觉得 他对台湾这个 对美国不希望有第三地 尤其台海出现这个战争风险 他感到不可思议了 所以必须要面对面跟你讲 因为这个你去想一想这个 美台之间如果要面对 这个视讯也可以讲 美国跟我们视讯也有机密的电码 不会被嗨 需要到面对面吗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借这个题 然后顺便问说那你520是要怎样 因为这是联动的 就说你们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搞这种事件 那你520是要干嘛 所以联动的 为什么赖清德就要 这个毕恭毕敬这样 对丹朗哥假设这个决定是 蔡英文下的 希望在卸任前这个怎么讲 打一发烟火出去 但现在不管怎样都被取消了 所以你看看乌丘这个很特别 这个离520更近 而且乌丘那个位置也非常非常的 我这个新闻是怎么出来 宇悦署是公告吗 对宇悦署公告 我们是不是有截图 宇悦署的公告 对来这个 海军司令部实弹设计报告单 大家看到没有 是国防部的 对这是 约属在下面坐标那个 对4月14号 5月14号15号 每天早上8点到11点半 下午5点到9点 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有没有他有话出来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乌丘 大丘小丘 那这边这个 这边就更近了 有没有他如果往这个方向打的话 离下面也是非常非常的近 离大陆很近 我简单补充一下 在乌丘在行政区域理论上 不属于金门 所以他取消金门 乌丘在行政上面 包括我们台湾的一个 中华民国相关的法律 乌丘是属于福建省莆田县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福建省的省主席 所以乌丘的涉及方向 是针对莆田 我觉得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对着马祖 实弹射击 我讲马祖不是 是我们拜拜的马祖 实弹射击 马祖 对非常有趣 跟我的判断 延续性的推论是说 在梅桌弯 你叫我取消金门 那我现在不在金门 实弹演习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这好像有一点点 因为假设是看小说的话 看一下你就觉得 这边取消很没面子 我要在这边扳回一城 但是我就要问 这边会不会突然取消 这边离520更近不是吗 他距离福建是26公里 我认为我难以想象在520之前 才5天在搞实弹射击 这个你整体的氛围 而且人家接下来就会追这个新闻 因为你这边又是第一次公告 明天大家又开始讨论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些推论 人家就会觉得说 那这是干嘛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 这个演出两次的风险事件 都是蔡英文为了她的面子 因为这个4月2号这个演习 我认为就是蔡英文做的决策 那蔡英文是为什么 因为她对你M503生气 一路气到你又没收了 福建的水域 所以她就觉得她要做什么动作 那同理可证 乌秋的这个是不是也是 蔡英文的决定 当然是她还现任 这个时候赖清德哪有这种 所以我在想 我在想那个连续剧可能是这样 因为罗生博格有见蔡英文 那之后见赖清德 他可能问赖清德说 那蔡英文做这种决策 你怎么都没有看法 不然她们会窘成那个样子 是你要当总统 那她大概也跟赖清德讲说 我们美国对不乐见这样的行为 这会造成两岸的不确定 甚至会有战争风险等等 那赖清德一定会知道 她已经跟蔡英文讲了 然后接下来她再来问赖清德 说你怎么 你已经快要接任的人 你怎么可以都没有声音 我觉得美国这次来真的就是在管控风险 所以我刚才会讲那个逻辑 说她来就先跟蔡英文见面 那先制止了这件事 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宣布暂缓 可是她绝对不是只有这个事 搞不好美国还不是这件事 我帮蔡英文讲的话 我帮蔡英文跟你求情一下好不好 钦灾大人 我就把那么多点的实弹射击 都取消了那么好几天 我缩小一下范围 我缩小剩下两天 你不要计较了 你在别的地方打吧 我在别的地方打了 我在误救 我跟你讲 我是在别的地方打 你去问李将军 李将军说他们有实弹射击 可是都是朝着台湾的方向 不但朝台湾的方向 反而射击区域非常小 不过后来我去理解了一下 李将军的说法大部分是对的 比如说东刚 因为东刚不可能朝下门射击 还有狮鱼也不可能朝 可是后鱼 它只有一个方向 只能向下门方向射击 另外的狮鱼 本来它说可以向后射击 可是狮鱼距离小金门太近 子弹会打到路上 后来我了解他们确定了是对厦门 后来变成后鱼 它是施鱼后鱼通通有 4月2号主要是东刚跟后鱼 然后施鱼排在后面 因为它连续打的时间很长 好像打了快两个礼拜 施鱼距离厦门只有四公里 可是你距离小金门更近 你不可能向后打小金门 一定打到岸上 所以施鱼是向着厦门 本来施鱼是被打的目标 可是就是向着厦门 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朝 它向着后面 除非你斜斜的往后面打 那别的地方也都是小金门 后鱼本身也是向着厦门的方向 张将军说在这次金门本来的实弹当中 他说只有步枪 他说没有火炮 所以距离也是把控管住 控管住避免擦枪走 我让张将军 一两千公尺跑不掉 对 他说差不多三千公尺以内 张将军你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一下 金门这个部分 过去你在我们节目告诉我们 它的敏感性 我讲一下六岛这个轮流 那现在如果是乌丘的话 你觉得当然这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取消 一个小时前突然取消也有可能 乌丘如果在这里实弹演习的话 你觉得它的影响性是什么 大陆会如何反制 对 我们先看金防部的 这个战缓对海实弹射击 这个是到底是中共因素 还是美国因素 还是天气因素 就这三个因素 我认为中共的因素大 因为中共出来讲话不要挑衅 美国的因素赤之 那个天气因素 说因为有海雾的这种干扰的影响 那个我认为再次之 所以我们可以看最主要中共讲了 你这个在这个时机 这个节骨眼再做实弹射击 这是挑衅的行为 对 因为警告的话影响的非常重了 所以是中共的因素 对 我认为中共的因素大于美国的因素 对 因为美国的话 美国有时候往往不会看到那么的细 当然这个取消的过程我们也看到 其实也不是经常 警方部早上发布 是一个好奇的记者去问 才被动证实 而且这个话也讲得有所保留 那你怎么看 那乌秋呢 乌秋来看 这个可以分两个来看 第一个它只有两天 因为两天的这个实弹射击 这是合理的 而且乌秋 乌秋如果是要挑衅 乌秋是义工难手 因为乌秋很小 1.2平方功能就那么大 也没有众生对一下 所以乌秋的挑衅的这种 这种可能性成分都比较低 现在上面有我们的驻军 有驻军 总共加起来驻军 总共加起来600个人 很少 所以是义工难手 我认为它挑衅的意味道是没有 而且可能这个时候 因为它每一季都要有 有这个实弹射击 那这个国防部公告 那渔岳署它也会公告 附近的这些 它的渔民进出港 或者打或者一些捕鱼 这方面的作业都要知道 这个时段是由火炮射击的 所以我认为乌秋这个可能性 是跟政治的联想 跟在520就职前五天 就职前六天 做两天的这种实弹射击 只是说它巧合那么近 我认为是巧合 因为这个在这个小地方 要停止实弹射击不会 应该是520当天 停止实弹射击 如果是提早一个礼拜五天以上 这种政治的意味低 但是我今天又把这个话 又讲回到亲防部 因为这一下这边讲到的 这个立将军讲 这个阿兵哥的子弹都上膛了 然后感觉又退膛白忙一场 有点泄气的感觉 我认为这个军令如山 不要随随便便 收回臣命 你收回臣命之后 要打不打 不打要打 他到时候无所一行 到时候三星星会崩溃 你三星星军队 如果三星星崩溃 比有形战力的影响更大 当然我必须讲 这个取消到底什么时候取消 是真的是Rosenberg 来之后取消吗 这个官兵是什么时候 接到的一些讯息 做了些什么样的处置等等 这个部分完全不知道 因为连取消这件事情 不是说取消了暂缓 暂缓这件事情都是 记者主动询问之后 知道了这个讯息 而且这个讯息并不完整 这个讯息也很粗略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像我们这个新闻记者的敏感度 你就发现这中间 真的是很有戏 来我先谢谢一位网友 感谢这个Sofia 给我们大笔斗内 两万块钱大斗内 谢谢你 108克刚在选举之后 政治人物又沉默了 总是希望不要让一群 无权无视的教育者 孤军奋斗 当时的立委们还记得 百姓们的期盼吗 各位来宾加油 秀芳加油 中天加油 谢谢Sofia 好久没看到你 我跟Sofia 我报告一下 有在努力 这个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 都有提案 尤其是罗志强 也有率先领衔 正在处理这个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要傅昆琪在处理的 要想办法恢复军公教 被删砍的退休金的 某一个部分 就是在法律容许的范围里面 去做修正 两个都有 所以蓝白两边的立委 都很努力在处理这个问题 对 谢谢Sofia 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谢谢委员 及时给你一些完整的回答 在野党要继续努力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你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 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 快点够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实际的食物 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如果你是带小孩的 一定要使用 因为小孩常常 你要顾着他 所以这个手上 要提很多妈妈包 拿很多东西 然后另外一手 你可能又要牵着小孩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 手机挂绳也很必备 然后另外长辈朋友 也很适合 因为长辈常常就是 是会望东望西的 然后把手机挂在身上的话 就是你就一定听得到来电 他一定不会漏洁 监防部表示 原定4月2号起 在金门实施地对海实弹射击 但担心海上射击 具挑衅异味 再加上物际来临 海上戒户危险 目前已经确定暂缓 弱调 对啊 就是好像没办法对这个 展现我们国际的力量 原本讲好 然后后面又没做 就觉得很像很胆小吧 觉得很胆小 对啊 那可能怕大陆打过来吧 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今天应该就不会在这儿吧 什么意思 现在应该都在避难了吧 就我觉得和平吧 对啊 就没必要的事情就不用发生了 算好事吧 暂缓是好事 因为 因为 因为目前 关系有点蛮紧张的 那就真的会怕会打起来啊 就是万一一做做什么事就完蛋了 这件事情真的是 虽然说他们有点 有点没有那么的 有点怂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是好事啊 是好事 对啊 看中保台口号 他就是一个口号 很浪费子弹 可能本来就没有要这样做吧 本来就没有要实弹射击吗 可能 吧 为什么 就感觉只是 错错而已 反正本来就打不赢 然后呢 反正本来就打不赢 然后 就只是可能也只是讲给人民听而已吧 有好有坏吧 因为射的确实有可能有挑衅异味 就是对岸如果看到我们射 他们搞不好射回来 说是派飞机飞过来之类的 暂缓原因就是 还是怕真的对方打过来吧 嗯 二位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这样惊动对方 抗中保台 我觉得对我们 对我们年轻一辈来说 就是peace就好 因为我们还是要赚钱养家嘛 就是自己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多马政府在讲 然后可能真的做得到 讲什么 讲要保台啊 最后还不是都会屈服 还是要有点顾虑啦 因为毕竟 我们对他们的 就是 应该也不敌对方啦 但是我觉得还是和平共处比较好 怕出事吧 就 就不好处理 对 呃 战争可能都会 早晚都会发生吧 你觉得哪里之间 就是可能 早要有一天 或许会发生这样事情 所以就是觉得就面对事实啊 面对事实 嗯 就毕竟是台湾人民 现在最担心的事啊 担心什么 担心哪天不小心就一颗飞弹掉下来 我在北港 因为我自己做活动的 我在北港做活动的时候 每天那个呼呼呼的时候 我都跟人家讲说快点跑啊 飞弹要掉下来了 年轻表示民进党的抗中保台 真的只是喊口号 好当然我必须持平的讲了 不管是在金门 不管是在乌丘 不管是在哪里 只要是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我们的军方要进行一些 这个平常的一些演训动作 无可厚非 但是 此刻就是不一样 因为两岸关系兵凶战危 更不要说2月14号的撞船事件 这个雪上加霜啊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有多紧张 当然第一个大家我们看到 大陆也是一样啊 积极备战 当然你说这一定是对台吗 还是对美 还是还是这个自我的一个军力提升 包括他们的企业 上海的大陆体制也很特别 比方说上海的这个成头集团啊 蒙牛乳业啊 伊利啊 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啊 也都在内部建立了人民武装部 然后呢 另一头你看到 美国的这个军事新闻网啊 有讲这个美国的绿扁帽 不是来吗 秋过正没有否认 当然后来美方又否认 然后我们的海龙挖兵 要这个班班师这个之前新闻的报导 那据说在这次汉光四十号的这个演习当中 那他会曝光 这次汉光演习也是八天七夜 史上最长的一次 会进行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电脑兵推 我们等着看兵推的结果 要应付未来五年的一个敌情 还有呢蛮特别 我们的国防部每天都会照例的公布 争获几架供机几架供剑 那从这个几十架次到几架次 大家现在已经温水煮青蛙没有感觉 昨天我们烙卵报独家发现嘛 对不对 4月1号这个马英九到了大陆 所以这个供机的部分是零架次 蛮特别的 那今天呢又开始恢复一点 供机是六架次 供建是七艘次 好我们就来讲一下 把这个进门这个取消 都会把这个Rosenberger 来对应起来 那AIT主席罗森伯格 已经来了好多次 这是密集的不断的来 大家觉得他有什么事情很特别 烙进的邀他参加520总统就职典礼 那罗森伯格当然也讲了一些话 期待要跟赖清德 还有他的团队携手合作 你在媒体上看到那些 通通叫做官样文章 对不对 私底下讲什么很特别 我们当然不知道 他们私底下讲些什么 但是照片拿出来 你一看你就知道 两个人的位置 关系到底是如何 来导播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赖清德你怎么会看到 赖清德这么恭敬 这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穿得整整齐齐 黑西装黑领带 然后有没有 这个椅子 板凳座三分之一 手还放在膝盖上 然后你看Rosenberger 真的不错 他跟我们台湾关系很好 你看他像回到家一样 那个穿着 赖清德穿成这样 他穿成这样 回到家一样很轻松 翘着脚靠在椅背上 很舒服的样子 你会觉得谁是主人 会觉得他是主人吧 是不是 所以这次他来 有点像李登辉第一次见蒋经国 对 第一次见蒋经国 没有 我觉得不像 我觉得那个赖清德像去求职 然后一个面试官在问他问题 这个姿势很像 而且翘着二郎腿 而且 你要比对一下 布林肯上一次北京见习近平 布林肯是坐三分板凳 坐得直直的 习近平是很泰然自弱 他在坐在那边跟他说话 而且身体还往前倾 注意到习近平是坐得直直的 让布林肯是身体往前倾 跟他说话 结果罗森伯格这个位阶 是比谁低几级 比布林肯至少低三次级以上的 美国的中低阶的官员 然后坐在那边 一副这种面试官的样子 翘着二郎腿 还好没有叼个大烟 然后这个赖清德就三分板凳 恭恭敬敬的看着他 这个土还不够经典 在旁边的孙小牙也是翘着二郎腿 一副那种陪侍官的样的角色 我听了概叹 我们经常讲说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看起来就不太像 好像中主国的钦差大臣来了 所以说实话 这个肢体语言会迫入你真正的内心 你看到报纸上的新闻 总统府发布的一些新闻稿 其实都不太准确 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就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主从的位置 谁比较大 谁听谁的 大概就看得出来 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这个事情 跟基本这个取消有一些对应吗 另外你就看到也很不寻常 赖清德上任之前 当然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 都会有这一出 到国防部去听简报 破例市岛恒山指挥所 赖清德肖美琴 两个一起到了国防部听取机密简报 但是很特别 军方安排他 现在就进到洞里面 就是恒山指挥所 那这个部分很特别 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会有这样 但是赖清德还没有上任 就进到恒山指挥所 所以早很多 他比蔡总统早12天 这是一个破例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破例呢 过去政权交替过几次都没有破例 为什么赖清德就要破例 先进去 是不是怎样 先去避难 这个政权交替 他到洞山指挥所去那边 先去熟悉一下 先去熟悉四岛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中共 我们汉光四十号的兵推 中共要对台北 这位数的地方 台北首都 将来四十号动武的 重点指标就在台北 你看最近的时候 不是那个总统府 他有这个无人机 那个我们讲到干扰枪 干扰设备进驻无重农府 对无人机在这边做干扰 你看都是这重点在反斩首 这重点在北台湾 对不对 然后在淡水合防也增加 增加这方面的防务的力量 包含海龙蛙兵也进驻到淡水 包含我们可以看到 海军陆弹队也在领口淡水 你看他可以看得出来 抗炸有问题 抗炸强度不够 而且他几个那个 几个的众生 你那马路太近众生 你几个出口一炸完 就在里面了 你在里面怎么样去指挥 虽然你试电 就是我们讲外面的电断掉 你有备电系统 但是备电系统 可以用多久 整个被封住之后 人在里面 你是不是这时候 没有办法做阵地转移 你平常的时候 可以做阵地转移 他认为中共的 如果要对台动武 可能不是整个的这种 摧枯拉朽 整个的这种 我们讲三七进犯 可能夺控台北战争就结束了 他可能参考到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持续两年多 为什么这样子 基辅拿下来就好了 责任司机抓到就好了 一抓到之后就是 假的大家都要听 责任司机下令 一定是这个样子 他现在中共在这里也看到 也就是夺控台北 也夺控也就是斩首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 这个海龙蛙兵进入到 这个我们的淡水河 然后他这个 罗森伯格跟赖清德 赖清德我认为 他是国家的准元首 他这个时候 他的人格跟他的气势 代表国格 你这国格不要压低 不是 赖清德这个人 是霸气 是外露的 在很多地方你就看到 他那种霸气那种自信 但是在这个现场 他的霸气完全没了 就还蛮特别 当然就反映出他的内心 当然你说不安也好 没有自信也好 然后赫然发现 天哪 原来怎样 原来过去他想像的那些 都不存在 张军你看一下 今年的汉光演习 你有什么预估吗 我认为他这个 他虽然是八天七夜 以前是五天四夜 去年五天四夜 现在变成八天七夜 多了三天 我认为时尚最长最短 我认为影响不大 重要的问题是在科目 科目任务在哪里 是这个样子 科目有没有跟实际 实际化相结合 因为都是先电脑冰推 电脑冰推之后 再实冰演练 这个电脑冰推 我们看到美国 也进行过好多次 日本也有 我们进行这个电脑冰推 你觉得 电脑冰推你拖那么长 但是你如果节奏是松散的 那你不如把它变成 回到五天四夜 然后节奏是很紧凑 因为打仗的节奏 是很紧凑的 你如果拖那么长 那你节奏有没有紧凑 你会不会说科目内容 根本不够 你把它拖那么长 好像自己好像很忙很累 其实内容是空洞 我认为内容比时间重要 你时间 你说你要推到十天九月 那它那么长 是不是美国给了很多科目 那我都认为 美国给了科目 也不未必 最重要是我们的课题 我认为我们的课题 比较重要 因为美国给我们科目 美国只要在后勤资源 情报资源在这一方面 还有我们讲到的 那个渗透运步 战略运步 能够对台湾的火力上 能够提供这些武器装备 这个美国可以做得到 剩下是要由我们来应对 但是不止 比方说他希望你打成真战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指导期 我认为他指导期 不见得要受到他这方面的牵制 我们要自己的 我们要我们自己的主动 主动裁量权 不是美国叫我们打什么 当然啦 如果您当部长就可以了 不是美国叫我们打什么 我们就怎么样 当然 我们要以我们中华民国 也要以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的需要 来打什么样规模的战争 要打多久 要打成什么样的程度 我认为最重要的时候 这些中共讲了 中共首战决胜 远战速胜 换句话 作战节奏是非常快的 我们怎么样把他的 作战节奏拉下来 当然这个作战指导 也很重要了 因为一被夺控之后 人就瘫痪 你手脑一瘫痪之后 你下面的人 就会群龙无首 所以我就说看新闻 要看整体 所以一个一个的讯息加起来 你大概就知道了 目前中美台三方的一些气氛 那当然另外一个大事 就是这个马英九 跟这个习近平 这个4月8号 要在北京见面了 这个是喜马二会 那在此之前 马英九到了大陆 当然去参观参观一些 都是非常重点的 一些这个地方 像是比亚迪 这个港珠澳大桥等等 那很有意思 你看到 这个比亚迪 辣文包再熟悉不过 我们一天到晚讨论 这个比亚迪对不对 然后到了比亚迪这里 马英九也蛮惊讶 看到这个 哇百万豪车 原地360度到头 掉头 对我们辣文包之前谈过 有没有 他如果说要这个 停车位的话 横的停也可以 斜方停也可以 都可以 看了非常的惊讶 他就问了一些问题 马英九这次的问题 都蛮尖锐 他去参观大江的时候 不就问吗 这个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有用 因为乌克兰战场 蛮尖锐的问题 你看到在这边 他也问了一个问题 马英九能够领先 全球电动车几年 真的 我发现这次马英九 你知道马英九 那个人的个性 他这次真的有备而来 待会我再带你看一个 还真的把陆方给烤倒 他问说 可以领先全球电动车几年 这个宋涛 就无怨不火的说 要有这个自信 就永远追不上 永远会领先的概念 所以一旁的人就笑了起来 然后这一趟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告诉你 有了九二共识之后 就畅通无阻 所以马英九再讲 2008到2016这8年 就是在他主政的时候 全球没有人认为 连岸会有战争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最佳体现 就王丹接住球 王丹说马英九仿中 这个本质上是九二共识之旅 讲得也不错 讲得也不错 还有这个马英九跑去孙中山 这里黄花岗这边 他说他在这边 就是大家知道马英九 有时候会蛮感性的 有时候会哽咽 太阳很大 他戴着墨镜 他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 向全中国人民许下了自由 民主均富 讲到这里 突然哽咽起来 走向了民主共和 一统中国的承诺 让人民兴奋感动 所以结论是 连岸应该要共同合作嘛 避免战争 智力和平 奋斗振兴中华 共创和平繁荣 这就是我们这一辈的 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最新的消息 我们来看 马英九真的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 马英九马老师 他到孙中山的故居 纪念馆去参观 亮哥 我也被他打败了 他问了好多好多问题 他先是问 你知道孙中山先生多高吗 他跟解说员有讨论 有人说这个一五几吗 有人讲双方有在讨论 然后但是他突然在问说什么呢 那孙中山鞋子穿几号 你知道吗 人家那解说员真的不知道 就考倒我了 就马英九告诉人家说八号 亮哥你觉得 你觉得马英九是 到底谁是解说员 中国的鞋号八号 美国大概是几号 有没有考到你 42吧是不是 没有42那么大 没有42那么大 这个 我觉得我们还是讲正经的好了 这个身高不决定历史的伟大 事实上孙中山跟邓小平都不高 拿破仁也不高 都创造了历史 所以这个跟身高无关 不过马英九去孙中山 去在广州那边讲出这番话 我觉得就是呼应 大陆事上有些人就是 有这样说了 说他要勇敢一点 事实上金灿荣昨天他说 是不想活了 在讲实弹射击 今天又录了一支就是讲这个 说马英九你应该勇敢一点 说出两岸要共同追求什么 就是这个当然金灿荣的用语是说 两岸要追求统一 那马英九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 这个王丹也讲得对 重点是九二共事之外 他还会附加一些话 事实上他跟宋涛见面的时候 他已经稍微讲到了 现在国民党大概九二共事之后 都会讲到反对态度吗 没有国民党没有讲 国民党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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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听过朱立文讲过 那这个就是考验国民党了 听过侯友宜讲过 竞选的时候讲过 因为马英九有把他讲出来 那事实上 他以前很少讲 2018年大概卸任之后有讲过 他在任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么清楚 你讲马英九 他讲马英九 这个 马英九的 马英九是这样 就是他说 他说这个 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血脉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我任内达成两岸坚持九二共事 就是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这个是两岸得以 这个携手向前的重要关键因素 那无论外在环境怎么变化 绝对不会改变 这是他的全文 那我觉得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 那习近平会怎么讲 然后习近平讲完 马英九讲完 那回来之后民进党会怎么回 那国民党朱立文 跟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会怎么回 这个跟打撞球有关 因为他不是当政者 可是他是重要人士 然后他丢出 这些重要的概念 然后看当政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 怎么去做回应 对之前亮哥也说满久代表 这个大多数的民意 他其实可以 我说他要有这样的 对 这样的担当 他可以大声讲出来 对 所以事实上你是百分之六十 金灿荣也是这样讲 那很多这个两岸的民众 可能对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会不会现在讲这些都是在一个暖身的 那最重要的 大家的期待 他会在习近平面前讲吗 我认为会 不然你去那边干嘛 快个大不是 对不对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不讲 那只有一个 九二公司这种概念 那两岸九二公司这个词没有争议 对 所以要的人家要看的是内容 那而且要联动出 那一种两岸的氛围 这才有意义 而不是你嘛 你现在又不是当政者 人家是要看习近平 然后蔡英文 赖清德 那还有国民党 会联动出什么氛围 因为你可以看到满久去 一开始民进党是一面倒批他 立委或者1450 可是后来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你可以看到邱怠三 蔡英文 赖清德都不讲话 所以这次的习马二会 马习二会可以作为一个俏感 俏动一些两岸的什么吗 我觉得他 这个就是一个隐性 对 不然这个话题本来不存在 因为大家都见不到面 然后也没有办法拉那么高的层次 现在两岸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窗口 让大家来讨论最根本的定位问题 历史问题 那满久把这个丢出来 你一定要讲得够具体 然后习近平回应 这样才有激荡 然后那个激荡就要涌向台湾 那就看你赖清德怎么表态 那大陆当然就会把这个 列为这个 对赖清德评分的一个指标嘛 你看赖清德对罗森伯格 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他知道罗森伯格是来评分的 这个就我们正元凶党 他是考官 他是要平分的 那孙小雅当然也知道 所以旁边那两个人 这个罗森伯格跟孙小雅都翘着腿 对 亮哥以你认识的赖清德 你看到他这种 我觉得他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知道他那天好像去 国防部的一个单位 然后有一群记者 那赖清德就 就是要故作轻松嘛 然后就跟记者讲说 你也知道这个就职演说压力很大 他就不经意讲出来 赖清德是一个 比较不会长的人 他就写在脸上 他跟蔡英文不一样 蔡英文是 是 喜怒不形于色 对因为家庭长大的背景 所以他知道要透过 做 只做 做多于说 蔡英文是这种人 那赖清德不是 他会 他讨厌或者是 这个就是他 反对的东西 他就会直接写在脸上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520的压力 那也可以看到他对 蔡英文这个 让他520之前 连番做的一些政策的不满意 比如说 李海巡署怎么搞出这种事情来 你怎么在我上任之前给我涨电价 我认为这两件事情他都相当不满意 那我相信这个实弹射击他一定也不满意 你干嘛你这个让我难做人 那偏偏都发生了 所以他种种就会写在脸上 这个叫苦笑 可是又不能笑 所以他那个笑就 给人家感觉是充满压力的笑 我的感觉 那在美国面前 那个身体语言就存不出来了 就他感到压力很大 然后很怕美国会不信任他 我觉得他大概已经感受 我跟你讲 罗森伯格是一年来 来了第五次 是啊 就是啊 有这种事 以前AIT理事主席哪有这样来的 一年内来了五次 就非常不寻常 就是对你非常的 感觉好像抓不住你 或者是 觉得你怎么始终不及格 賴清德以前 天不怕地不怕 台湾人什么都不怕 现在真的有点怕了 而且他抓不准 问题在这里 这个很麻烦 因为我跟你讲 两个人 就是我已经见你多次 那你的表达的语言 还是这样 那你就会着急啊 那蔡英文是都过关啊 蔡英文是这八年 美国从来没有焦虑过 那賴清德是一年来 这个频率始终对不准 你知道吧 对不准 然后坦白说 在他竞选过程当中 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也没有进来 然后现在他的国安团队 就是谁啊 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美国当然会急啊 就不知道要去问谁 因为美国是有各种管道 可以去接触 可能在帮你的人 我认为美国现在还凑不出来 所以賴清德那时候很天真嘛 当然选总统的话 要走入白宫 现在知道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不知道 比知道更可怕 可是 可是问题是 被他挑起那种兴奋的民众 他怎么去面对 这也是他的麻烦 所以 他现在真的挺麻烦的 因为独派的那些群众 最支持他的 那你也不能让他们太失望 真的相信可以大干一场 就是有这种人啊 对 真的是这样啊 不然怎么会有人对唐凤 意见那么那么大 这个时候还做两板去K他 不是吗 对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钓鱼岛还有来看一下这个缅甸的一个情况 最受国人青睐的保健食品益生菌 除了维持消化道机能帮助入眠 医师表示 选择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可以藉由改善肠道环境 让血清素的分泌吸收更稳定 增加深层睡眠 提升睡眠品质 每日定时补充益生菌 除了选择足够的剂量 搭配不超过35度C的开水 平时维持良好作息 都有助于提升益生菌的作用 旺旺绝代爽焦 让你出游最有聊 口感丰富 风味独特 让你越吃越对味 旺旺绝代爽焦 上游制作原料 接近合格检验后才入场生产 证实胃含酥甘红成分 现在就上何康五春专区纠缠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益生菌加胶原蛋白 健康维持套组让你省更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 好美国的影子无所不在 不要说我们台湾了 日本也是连缅甸都是 我让委员来谈一下 先来看这个钓鱼岛 当然这个4月1号 我们看到这个大陆钓鱼岛 现在不是有这个常态巡航吗 这个官兵也会累 所以要换防一下 所以4月1号的清晨大陆海警 2502 2302 2102 2202 新一批次就来接替 那算一算呢 2024年开始呢 总共是四次轮钓了 这个轮钓的周期来看 每次间隔一个月 在每个月的1号交接 这个周期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它就是非常非常 致实的一个行动了 对不对 这个日本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日本很嗨的就是说 每日峰会马上4月中要举行了 共同声明 要在明钓鱼台被攻击的话 美国将要协防 每日共同防御钓鱼岛 另外让我一起来讲 因为在这个缅甸这个部分 最近解放军动作很大 那为什么呢 你看来看去 美国的影子也在这里 解放军4月1号 发布了这个时代演习的公告 这个地方 第一个时间上很特别 那算一算 总共在这里演习34个小时 时间蛮长的 那第二个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当然我讲这些地面 你可能都不太熟悉 从北到南一字排开 它的这个阵地直线距离 超过66公里 然后这五个位置的距离 都是什么 贴着缅甸 就是在 当然它是在中方的境内 中缅边境 贴着缅甸 在进行这个实弹射击 好那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战线 已经推到了边境线 包括你看到这个 克钦独立军 对不对 它已经占领了 甚至像是中缅边境的一些 官贸的一些口岸等等 所以让这个中方 还有包括那个油气管线 那小村庄也有炸弹落下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中方的权益 那为什么呢 这个克钦军一开始 就被认为是一个 清美的武装力量 美国长期来提供武器装备来支持 然后甚至呢 据说连这个文字 都是美国人帮忙创造 跟美国的关系很近 所以现在这支看起来很强大 这个不断打 越打越近 会员 克钦组 他控制的这个克钦邦 他就是在我们前一段时间 所讨论的三邦的北部 但两边都是靠近了云南 可是克钦邦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他的这个西北部也靠近了印度 所以中央情报局 然后印度的势力 从那一边支持克钦邦的独立运动 是用这个方式来钳制中国跟缅甸 所以克钦邦独立军虽然起起伏伏 但是要完全宣布克钦独立的可能性很低 而克钦邦的旁边 就是中国的一个叫德宏州 这个德宏州的全名叫德宏太族 警坡族自治州 也就是有两个族 太族就是基本上跟泰国人比较接近 那警坡族 中国叫警坡族 事实上就是克钦族 人一模一样 那个边境两边走来走去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护照不护照 那个山区里面这个状况 中国的解放军 现在就在那一边做 实弹射击实弹演习 某种程度也是在对克钦独立军 做这种警告 因为对克钦独立军 他们经常主张说 这个德宏州 克钦主战的比例不少 应该是他们的土地 但是讲归讲 有些口头上讲并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等于是中 印 梅 还有克钦族的势力就在那边 缅甸政府当然某种程度 希望中国能够帮忙 可是中国的立场是说 他不会去承认克钦邦的独立 其他的他会支持缅甸军政府 或者其他的民主政府来处理问题 有一个很特殊一点 就是不管是缅甸是军政府 或是翁山苏姬 他们都强烈的反对 他们缅甸境内的 这些少数民族搞独立 包括前段时间争论很大的 被赶到隔壁的 印度的那些穆斯林的 所以缅甸的状况是非常复杂 那克钦 他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 美国的关系 他的武装基本上就是CIA 花钱训练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国际势力运作的 因为他们这些克钦族 为了对抗缅甸 长期以来就跟印度比较亲近 那美国觉得有机可胜 可以在中国的这个货门旁边 这个稍微耍点耀武扬威 不过人口不多 所以能够做出太大的成效 也非常有限 但是就是让你难堪 让你难过 中国当然是严正以待 因为如果你不准备的话 克钦族东南边的善邦 或者也是很麻烦 但是善邦靠近北边的 这个国杆族的所谓第一特区 他这个自治的地区 基本上是非常轻忠的 前段时间不是把那些毒枭 什么几大家族 都抓回去了 就在那个地点 所以这个虽然说 表面上战斗很激烈 可是大家不要误会 那边的战斗 不是我们想像 俄乌战争这种打法 也不是我们所谓看到的 所谓以哈战争这种打法 会比较像电影上的打法 电影上常看到山区的战斗部落的打法 人不多 武器也没有特别的清凉 所以这个等于是 大家都在各自展现 对于缅甸这一块 地区的一个影响力而已 你说对世界大局地缘政治 会有什么影响不会有 那钓鱼岛呢 钓鱼岛的情形比较特殊 就是我经常喜欢开玩笑说 中国的海警船那几艘 就是中国派出钓鱼台的海上派出所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我会形容海上派出所 它明明在钓鱼台的 所谓的12海里领海线内 然后它的最大功能是什么 就是驱逐日本渔船 不让日本渔船进入 这个钓鱼台的领海里面去捕鱼 因为钓鱼台这个地方很有特殊 就说它有两三个岛屿 岛屿跟岛屿中间 是鱼货量比较多的 那日本人以前很喜欢进去捕鱼 而且不让台湾的渔船去捕鱼 也不让大陆渔船 那海警船之后 那既然不能捕鱼 大家都不可以捕鱼 他就坐正在那一边 所以中国海警就比较辛苦一点 轮番站那边轮值 可是这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 政治效果 就是钓鱼台以西的海域 就无形中就变成中国管控的海域 而这个海域就是从钓鱼岛 在往西大概50到100海里 被认为是东海地区 油气产量最多的海域 不过我先讲清楚 是科学上认为 从来没有实际上去挖掘过 只是纯粹客观的估计是如此 那这也是日本跟中国 一直觉得这是我的经济海域 那如果钓鱼台是日本的 那那个海域就不是中国的 对当然双方争议已久了 不过现在日本要把这个 美国的力量拉进来 你怎么看 美国只讲岛 他说岛纳路安保条A 美国也没有说要把海纳路 那这个学问就大了 人家说如果钓鱼岛被攻击的话 中国攻击钓鱼台干嘛 上面也没有人 没有人 我跟你讲 钓鱼台上面没有人没有水 除非你日本人真的疲养 在上面驻军 我不认为日本人敢上面驻军 除非你觉得要是上面搞个飞弹基地 那就难讲啊 看你是要对谁 你干嘛去搞个飞弹基地 那个没有办法 因为他那个除了从南沿 从那个南小岛跟北小岛 有一点点小小的平地 钓鱼岛3.16平方公里 是没有任何平地 然后他那个 他有个小小的港口 就五公尺而已 那个船只能小船 大船根本进不来 就五公尺 但是在海上就跟孙兵一样 就是在海上就是比实力 比船大小区 比船的多少 但是日本海上厅 每一次跟中国海警 转移对峙的时候 先下班了一生日本人 因为他们觉得打卡到了 就会回家了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要把美国力量 当然这也是 让日本人大嗨一波了 美国会来帮忙 好来我们感谢一下 大家的斗内 来中天志工 多多推广中天新闻的APP 多推一个就多一份力量 让中天更强大 记得下载的时候 要打CT285 谢谢啊 好来 许美马总统加油 中天重返52台 谢谢许美 人美心眼美 好 来 许完中南投立委候选人 两岸不和平 统一美国人 永远翘脚鄙视台湾人 感谢你啊 漂亮店长 紫衣缪司 修房女神 蜡粉佳人兼文思全佑 谢谢啊 我找我叫 翘脚的意思就是 我在你之上 我在对你训话 你要听我的 所以赖缺德呢 就是被当成小弟在看待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啊 对海设计跟对陆地设计 就像立将军讲的一样 准备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如果我还在军中 我一定很生气 许愿2024 成为52台造剧 罗伯头 竟敢在节目里公开撒糖 真是不把 蜡粉们放在眼里 罗伯头看到了没有 没有 Cue你哦 和和老板干 谦卑谦卑再谦卑 菜贵赖随赖神 他真的做到了 好谢谢啊 好这位网友谢谢 一会一久想向 蔡委员请教 两个历史问题 第一个 台积日本兵 派往大陆作战有 两三万人 我在某处看到 他们也参与了 南京大屠杀 那请问是否是历史事实 第二冷战的时候 宋美龄向美国提的 向大陆投原子弹 这件事情 出处是美国的地方报纸 是不是历史事实 几件事情 就是台积日本兵 的确有两三万人 派到大陆作战 但是南京大屠杀 发生的时间点 那时候台积日本兵 还没有出现 台积日本兵 是在1941年 才开始出现 南京大屠杀 是出现在1937年 时间上对不住 但是有一个不是台积日本兵 叫做台湾农业 这个什么劳务团 有派到上海去 就专门在上海 帮日本侵略南京的 军队们 准备火食蔬菜水果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军队 但是人也没有特别多 大概只有几百人 所以这两个是要做区隔的 好抱歉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完整的 请蔡委员讲 记得去看一下蔡委员的书 谢谢 月香公主也到了 谢谢月香公主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俄乌战场 还有尾巴的形势 位于中立金埔的儿童美术馆 将在4月3号开始试营运 试营运期间免费参观 欢迎大家都一起来 看所谓来 打开无限的想象 厨师 妇理师 宠物美容师 警员 空服员 消防员 365行 行行处状元 这一行超转 超危险 超猎奇 质人的秘心超乎想象 解除者人开箱 待您揭开 神秘面杀 好 回来之后张将军 从军事上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俄乌的战场 当然这次恐攻之后 算是一个拐点 那从特别军事巡动 升高位就是战争状态 那既然是战争状态 他的手段也就升高了 是吗 所以你看到媒体报导 那俄军据说是首次吗 用威力可观的 ODABL-1500的炸弹 它就是过去讲的温压弹 对 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苏梅州的村庄 那这个地方距离 俄罗斯边境只有七公里 然后就炸下去之后 你看到没有 这个画面非常惊人 爆炸云 殉状云 大概有一公里高 一千公尺高 那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局长 说这已经用过不止一次 确实在过去我们就讲过 说俄罗斯用过温压弹 不过当时很多事情 也很难证实 因为在战场上的混乱当中 那这个炸弹呢 从苏联时期就开始就有了 然后呢 它有效打击面积 大概是500平方公尺 就炸下去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还有这个很特别 现在这个乌克兰 不是一代男人 全部打光了吗 只剩下老跟小 中间的撞钉全部没了 然后呢 到处在拉夫 据说卡尔科夫州一个军事登记处 跟征兵办公室最近在表扬 表扬七名少妇 为什么呢 大义灭夫 主动举报自己的丈夫逃兵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 还蛮特别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位妇女接受了表扬 她们手上都拿着奖状 有没有 奖状内容就是什么 感谢你大义灭夫吗 我为什么脸上露出这种笑容 举报自己的丈夫逃兵 不效忠于国家 当这个东西 不知道真还假吧 那如果是真的话 看到是不是也有点 也有点凄凉 一方面是国家 二方面是你最亲爱的家人 这个家人也是别人的儿子 也是别人的爸爸 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 那你看到他们这个 脸上的这个表情 我不知道我也看不出 那个表情是被表扬之后 非常开心 或是或是觉得自己 为国家有贡献的那种表情 好像也不是 这表情看起来也 好像有点无奈 所以今天这个讯息 确实让大家觉得 有点哭笑不得 对不对 你觉得这是爱国吗 但是大家就知道 这是战争的残忍 还是说他们是被迫举报 不知道 我刚刚看这个 他们都是大妈 那他们对象都是大叔 就知道 如果他们都是二十幾岁 他们的丈夫他们亲生 大概也是二十多岁 你看他们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 那他们的对象 也都是五十来岁的了 对啦 他在文章第一篇写 我当然就会觉得 有点性别歧视 所以我没有讲 他就说 跟这个传统乌克兰的美女的 样子不太一样 但张将军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真兵的年龄层很高了 很高了 大妈对大叔 大妈举报大叔上战场 那为什么是大叔上战场 年轻人没了 年轻人没有了 年轻人打光了 那就变成大叔 大叔完毕之后 阿公级就要上去了 说明大妈自己要上去 就变成胡子军 可能大妈的话 我看他上去了 能枪他都没拿过 所以虽然只是一个表扬 看现在是一个 软性的一个小新闻 但是里面看到 还是有很多重要的细节 对 有很多猫腻 那你怎么看这个温压弹 这个温压弹 这个温压弹 可以讲是一个 迷你型的原子弹 它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 它的暴震 它暴震力量是非常强的 以大概 以三四倍的音速膨胀 一暴的时候 那个人心上 对 你看它 冲上云霄就知道 它的暴震的威力 是非常强大的 你看它一个大概 将近三公吨 它的弹头将近一公吨多 然后它这个菌状异就上来 它还有第二个特色是 它的温度很高 温压弹2500摄氏度 这个打下去会怎样 不得了 全部烧化掉 对对 就融化掉了 温度太高2500摄氏度 它的核心爆点 你看它温压弹 第三个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这个爆炸之外 爆炸的威力 爆炸威力非常强大 它变成我们叫做窒息弹 因为它把所有的周边的氧气 通通烧光 你这样的话你变成真空了 你真空人都窒息死掉了 完全没有活口 不要说人牲畜 对对对对 就感觉到有点像原子弹 原子弹是震爆 它唯一就是它没有辐射 原子弹是不是高温 高温 第二个原子弹也是震爆 第三个原子弹它是有热 它有辐射 是这样 它只是没有辐射而已 它这个温度 它这个是大型的 杀伤毁灭性的武器 用在这上面 对那丢这种武器 看到了普丁的什么样的想法 那普丁的话 环球它是重磅报复 你还看到它现在 这个ODAB 它的1500炸弹 丢下用在这一个 挂在飞机上 因为它这个还有 它现在还有 它这一个照片 是没有导引 是传统的炸弹 它现在外面可以有套件 俄罗斯给它做 你说滑翔是不是 对滑翔 今天我也看到也有人说 这是温压弹的滑翔弹 对滑翔 它的滑翔 套件直接装到传统弹 一丢出去之后 它高度要高 飞机的速度动能要快 一射出去之后 它就因为高度高 它就以动能换取卫能 因为它有速度有动能 另外它高度高 它有卫能 有卫能又有动能 它可以上前面 我们叫做滑翔弹 可以滑行七八十公里 这会怎样 那这样子的话 对任务机 射程更远 没有射程更远 更安全 更安全 这些舒坎战机 七八十公里外 它就丢了 丢的话真正 只要攻击到目标 目标的那些野战防空的 次争飞弹等等 它只能打 最多最多 只能打八公里到十公里 它在 那它在八十公里外面 就发射了 但是发射了 我们的高度要高 它大概都会到一万尺 所以会比较精准 也精准 因为它可以 它可以 它有控制 它虽然没有动力段 但是它有导引段 跟控制段 它只是没有动力而已 它动力是靠它 飞机的动能 跟飞机的位能 所以俄罗斯有温压弹 它溯压弹 它溯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 它现在开始丢 那是怎样 要一个大清场了 对 它这样的话能够对 你看乌克兰都叫急 火力也不够 它就说要逐次撤退 因为俄罗斯的这种重磅的炸弹 还有腾客部队一直向前压 那乌克兰没有 美国的参与院没有通过 那个法案没有通过 你叫拜登政府也没办法 这六百亿美元的武器 就不能出去到乌克兰 所以我刚才讲 它只有逐步撤退 那逐步撤退 俄罗斯逐步推进 那这样的话 对整个乌克兰来看 状况不妙了 对最早的时候 就说它丢温压弹 不过当时没有证实吗 还有人说这是西方的一些谣言 要讲俄罗斯的残忍 那时候是在特别军事行动 但现在是战争状态了 有照片了 对然后你看这个画面 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另外一头 我让亮哥讲一下 这个华为跟小米好不好 第一个是华为 华为才刚公布了 它的营收 还有净利润 这个数字是很漂亮 很多人说它好像回到了 之前被制裁的荣景 但是然后这个俞成东 这个不是老师会讲 遥遥领先吗 这个遥遥领先 现在已经变成了 华为的一个标志了 常常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台下全部人就在喊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 看球赛一样 蛮好 但是据说任正非下了个禁令 不准再讲 给我听到一次 就罚人民币一万块钱 罚很大 现在冲上了热搜这个新闻 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波来 他这样不能讲 大家还觉得 那不是华为的荣耀吗 为什么不能讲 就是亮哥 你觉得这是华为 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任正非 还蛮有意思我觉得 美国刚公布 166月的新的制裁 对 美国商务部长 Ramando Ramando 终于开始报仇了 就针对华为 就是你让我当了 MAT60的代言人 他回去就把MAT60 Pro 周边的半导体供应商 全部制裁 供应链整个制裁 还包括笔电的 笔电出口到中国大陆 如果用相关的高端机面 也不行 所以罪毒富人心 对不起对不起 人们都报仇了真狠 你就罪毒Ramando心就好了 Ramando心 我跟你讲 这个对华为也没有构成真正伤害 它主要是针对中芯 中芯国际 因为它不是只做这个生意 所以它可能会把它的 先端机面的制造 我猜应该会挪到华为制造 因为华为也有半导体制造厂 所以反正华为已经够黑了 再黑不愁了 任正非当然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就觉得还是做人低调一点 所以林佳元那个节目开场的 口头是一定要改的 夭夭理先 那你知道我们CT28 我从来不敢讲夭夭理先 我也是说人要签诗 要低调一点 一句话一万块人民币太贵了 所以这认真的你知道吗 它如果只讲 不要讲夭夭理先 大家想说老板客气 不是 其实大家心里有数 觉得这个公司了不起 因为今年真的 真的五奈米会做出来 那Remando不是更生气 那你现在又这个氛围 然后P70已经快要退出了 那接下来可能还有MAT70 Pro 对不对 它今年我认为是满血回归 它去年的利润是增加了144% 对不对 连收入是增加9.6% 可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它的智能手机的增长 那明显就是让苹果节节败退 我认为苹果今天还会再掉 它现在大概中国市占率是 19%左右 可能还会再往下掉 对所以真正的夭夭理先 是不需要讲出来的 不需要讲 这个亮哥跟委员继续来谈这条 就是小米 当然这些都是大陆的指标性的企业 对小米不是推出了电动车吗 就上任之后 我们看到第一天卖出了将近9万辆 就成绩也很不错 那4月2号股价一下子就上涨了16% 那当然这个小米的行销 真的也是很厉害没有错了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小米这个硬件的部分 因为它确实在大陆车系当中 大概是有人有人这样形容 说是大概是最后一波了 因为这个时候出来确实已经很晚 小米能不能够后发先制 不要说先制了 它能不能够到得了 现在都是个疑问 不过当然它的这个雄心壮志很大 那你看到我们之前谈过 小米背后有个东莞力量 比方说东莞很多企业对接上 它的这个智慧坐舱啊 车用镜头啊防护功能 另外还有长沙制造哦 比方说最有名的 它的这个刀片电池 就是在长沙 那生产线全开一秒钟哦 一片只要六秒钟就可以做好 就可以下线 所以你看到哦 这个就像亮哥讲的这个车子 坐车子跟坐手机不一样 它后面的供应链几百家 东莞力量长沙制造 每个都因为这是小米的这个爆红 整个有没有被大家关注到 然后我们就仔细打开一下 小米的供应链 你看到它的零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 这个电载电源用的是富特这个科技 然后高精地图用的是百度嘛 另外他又用了比亚迪 晶片用的是高通的 亮哥怎么看 他背后的供应链 这个供应链 也不是独家供应给他 他厉害的地方是说 他知道要弄成跑车级别 对焦Porsche 那可以必须要用 怎样的供应厂商 然后他最后把它组装起来 事实上汽车制造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系统整合 因为最终是他做 可是零组件不一定是他 他是系统整合起来的 各种功能的屏标 都在相当的程度 比如说大家最令人眼睛一亮的是 他的电动车的电池 续航力一齐头就是800公里 这个很惊人 就是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是 因为他用三年的时间去 组合出整个供应链的厂商 那最后做出来的成品 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去开啊 看他的内装啊 基本上就觉得 一点都不支持 那既然 虽然他现在有点是促销价 这个叫造势价 虽然是21万多 那可能会在4月底 就会调高啦 大家不是还嫌贵吗 没有没有 他是这样 用21万多来卖 他是赔钱的 他是赔钱的 所以他不可能都一直这样的价格 他可能会聪明啊 比如说到了5月 就开始推出 另外一个系统 那个时候就要涨价了 plus版或什么的 可是他的造势成功 这个等于是全球的 免费广告嘛 所以他 他目前据我了解 有效的订单 表面上是8万9千 那有一个 这个汽车的专家在那边算 说他有效订单 应该是5万到6万之间 可是这样也算很多了 因为中间还有很多人 在做转单的生意 最近推出好多 是啊 是啊 转手赚一笔 对啊 所以 可是这样也是很多啦 而且大家都关注到他 这个 这个刚 刚坐汽车引起这么大的注目 就不容易 不过他这个叫做 特殊立基市场的商品 对 因为 坦白讲任何产品你要做大 你一定要做平价市场 比如说你一定要做 比如说那个 你看华为 那个P70手机 对 人家一估就是1500万支 那才是完大的嘛 那是这种 这种量 那个 苹果手机才会害怕 那他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少小众的市场 比如说他就可能就是做 对角跑车啊 那你平价车你做得出来嘛 比如说小米手机 小米手机是 大家公认性价比很好的 一个比较便宜的手机嘛 因为我自己也买过 可是 你有办法做出平价车吗 然后维持相当的水平 这个大陆大概已经是完全 已经完全红海了 内卷到不行了 所以大家说他大概是内卷 车系当中的最后一发了 他这个也不算内卷 因为他做的立机市场是跑车 跑车 我觉得 雷军的目标不止如此 他很宏大 雷军的目标 当然 可是他去做平价市场 会非常累 你搞得过比亚迪吗 比亚迪车子已经可以杀到7万 7万你怎么杀 而且还能够做到那个品质 因为比亚迪电池是自己做的 他电池是用林德时代 对不对 所以比亚迪 因为他自己做电池 电池占电动车的成本的40% 所以比亚迪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他有他的利润在 那你们跟林德时代买肯定 一定比较贵的 就是这样 好 稍后让财经专业委员 再来补充一下华为小米 另外还包括这个大陆的高铁 但是我们先来看辫子妹提供的最新消息 每天上班工作 想要精神饱满 活力充沛 你一定要的是 江黄萃取物口含定 CTI285 记得一定一定要输入 你输入的话 价格是更优惠的 没输入你真的就亏大了 那另外呢 最新消息带来关系 马英九访路的最新情况了 马英九今天行程满党所到之处 总是有很多民众 抢看马总统拿手机猛拍 一个幕后花絮提供给您 我们刚刚特别去把画面给找出来 有画面有真相 马英九非常注重自己的仪态外表 可能是行前有特别特别交代 他的随护只要一看到 马英九头发乱了 是马上冲上前 用手赶快拨拨他的头发 把他拨整齐 今天光是今天就被拍到至少有两次 随护马上上前替马英九整理头发 那有一个画面呢 是这个 马英九先一开始像这个画面 是他去参观这个比亚迪的过程当中 随护伸手拨整齐 另外一个是刚刚下午的时候 他在这个港珠澳大桥 互相赠礼的环节 双方要合影留念的关键时刻 随护看到马英九头发被吹乱了 也是马上前 好 上前赶快拨拨他的头发 让他这个看起来很整齐 当然这两段拨头发的画面 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他们说马英九真的是很爱漂亮 还是有偶像包袱 不过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也看得出来 这马英九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了 另外一个画面 来看到的是马熙今天另类同框了 马熙二会4月8号才会登场 不过两人今天提前另类同框了 主要是今天下午呢 马英九参观这个港珠澳大桥 进入室内展厅的时候 他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上 正在播放这个习近平的宣传影片 影片当中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当时出席港珠澳大桥 通车时候的片段画面 马英九注意到了 他特别转头过去看了一下这个画面 那当然也形成另类的马锡同框 另外一个最新是这个 马英九刚刚在广东的白天鹅宾馆 建了这个广东省委书记 双方在致辞中都提到了更好的复兴中华 跟振兴中华 那马英九方面呢 他是强调海峡两岸共享了中国历史 拥有共同的语言跟文化 他主张要振兴中华 要追随国父的精神和平奋斗 他也提到了两岸之间要避战等等 那今天晚间广东的省委书记呢 他们就会在白天鹅宾馆 宴请马英九一行人 稍晚的时候 马英九跟大学生们 还会去夜游珠江 体验珠江的夜色 这是来自广东现场的最新情况 提供给您了 好晚餐时间推荐您好东西 每天餐前30分钟来两颗 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好有吃有包笔 记得CTR285 不要忘记一定要输入了 未来这个钢厂 董事长是我 法人也得是我 两年前 他求着找到我带子去 竟然跟我要经营权 咱们大家一起看 必须我说了算 要是没有你他能有今天 他有资格坐在这里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谁说了算 谁是老板 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高厂 我都问谁我问 风吹慢下 4月2日晚间11点 中天娱乐台 熬夜爆肝搞得作息大乱 精神不济的你最需要补给元气 一次一定调节生理机能 柠檬风味夹电包好期待好保险 破美国GMP认证 及GRS健康即可安全有保障 使用独特水翠技术 保留胶黄中活性成分95%以上 调节生理机能活力每一天 现在车上快点够 为你看亲爱的家人健康下班 记得输入通信代码 想没忘做错 好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君畅 谢谢你们的公正 有和这个有理和逻辑的分析 和无私的敢言 不畏强权是真正的爱国 跟爱台湾加油 再加油 你们才是真正的台湾有识之士 台湾需要你们 谢谢 感谢大笔斗内 好 回来之后 我跟大家补一下 这个于成东 刚刚这个网络上贴出了 一个这个贴图 就是大概有这个朋友 去问一下于成东 听说真的吗 这个讲摇摇领先要这个罚一万 这个于成东只回了三个字 叫做谣言 好 当然不知道 是不是不好意思还怎样 因为整个事情 算是闹得蛮大 今天热搜都冲向了第一名 这个现在出来一个新闻 是于成东否认 被下令禁题摇摇领先 好 回来之后 我让这个委员补一下 这个小米委员也很熟 那另外呢 就是大陆的这个基建摩人 他的这个铁路等等 高铁非常厉害 但是欧盟发布了一个新闻 中国的这个中车青岛四方公司 已经退出了保加利 交通还有通讯部的组织 公开采购标案 合约价值是6.1亿欧 然后西班牙也报了价 青岛四方也报了价 那你就看这个报价同样 同样一个这个 同样一个标案 为什么差这么多 一个是6亿 一个是12亿 整整差了一倍 所以这个标题就说 是不是因为报价太便宜 所以就被ban掉了 从这个 这也算是一个中国力量 小米 华为 高铁都是 对于保加利亚 他当然要听北约的命令 美国的命令 那他们现在全力在封锁中国 尤其在动力交通系统方面 快速的发展 不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些 制造的东西出现在保加利亚 可是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 我也只能这样讲 人家钱要自己赚 他们竟不想降低成本 那就祝福他 反正现在欧洲经济也不太好 他愿意用更高的成本 去支付自己公司 他快乐就好 可是这个对保加利亚 是有伤的 只是不晓得欧盟 要拿什么东西去补贴保加利亚 这才是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保加利亚 也不会少到这个地步 我同样一个东西 用两倍的价钱去买 那你总该补贴我差价吧 可是即使补贴了差价 西班牙东西的品质 也不会比中国好 西班牙现在大概 除了Zara 比较有名以外 其他的我看 瘦瘦而已 品质之外还有效率 大陆这个盖路的盖桥的效率太厉害 大家可能忘了 最早沙烏地的高铁 就是包给西班牙 西班牙做不下去 转包给中国 看你怎么解释 说不定西班牙公司 拿到了这个标以后 搞不好转手 就叫中国来帮忙 这种可能性存在 这个东西就是美国或者是欧盟 想要搞这些把戏 最后受伤的是自己 他以为这样子 对他的经济效率有帮助 是比较差的 小米这个上市这么好 那当然是值得庆贺的 但是我更注重的是 他的二级市场 就是说未来如果出现二级市场 到底打多少折 我简单解释给大家听 二级市场的标准就是说 你一级市场的车子用了三年 然后你在二级市场交易的时候 会不会超过打对折以上的标准 这个就要接受很大的考验 因为一个电动车的 电池的使用的标准 大概是八年 所以打折的幅度 就会决定你未来 这个品牌的车子 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有很多品牌都是 就是刚开始很成功 然后二级市场出现问题 接下去就成就不了了 咱们的纳志 还有一个字 对 差一个字 出来的时候也很轰动 卖得很好 可是二级市场发现 打的折扣太大了 我刚才讲的这个标准 其实那是大家在看 BMW跟便士的标准 BRD已经快接近这个标准了 其他的特斯拉也快接近这个标准 但其他的车子好像没有办法到达标准 这里面所提的 这个小米当然很厉害一点就是 他充分运用中国大陆 作为世界制造基地的一个优势 他没有办法自己做 大部分事情都是 他内装自己设计 控制的一些面板系统 他自己设计 可是其他的东西 都要靠别人帮忙设计 这里可能有点的误会 小米汽车的供应链 它不可能在宁德时代 跟比亚迪同时存在 因为电动汽车 不太会使用三元锂电池 三元锂电池第一个危险 因为怕震动 所以大部分都用磷酸锂铁电池 磷酸锂铁电池是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是最优秀的 上面写的一个佛迪刀片电池 其实佛迪就是比亚迪的 另外一个名字叫佛迪 刚刚是以为这是外国人的名字 其实错了 我不晓得比亚迪突然想到 要去翻诗经 这诗经里面一句话 叫做什么佛什么佛迪 他就把它烧进来了 意思是做人要诚诚恳恳的意思 所以佛迪不是英文翻译的 是中国传统诗经引用出来的 所以比亚迪的电池公司 它在长沙的地方 改名叫做佛迪电池公司 专门生产刀片电池 所以也是一种中国的在地优势 今天这个也是大新闻 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 被以色列轰轰的空袭 我先让委员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下 稍后请张将军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以色列动手了 所以F-35连续发射了六枚飞弹 你看炸成了一片废墟 打大使馆 目前应该是11名 其中有一名 有三名高级指挥官 大概11人死亡 那当然大使馆是一个国家领土的延伸 所以整个事情闹得很大 当然伊朗气炸了 今天伊朗有很多 料了很多狠话 然后也说美国必须要负责 那刚刚中方也表态了 当然中方对于所有的暴力行为 都是谴责的 然后这个美国也立刻否认 我们美国没有参与 美国都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没有 没有 然后伊朗也立刻进行了报复 在以色列海军的这个大楼当中 这个进行了轰炸 不过我有看到照片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损伤 但是他旁边有一个超级的一个护卫舰 据说有机无险之距离十几公尺 为什么以色列要动手 这个不能叫 前一段时间伊朗不是去轰炸叙利亚的 以色列的摩萨德的 就是以色列情报单位的一个 一个总部在叙利亚 只是他现在打的 我理解应该是领事馆 层级应该是领事馆 但不管大使馆领事馆都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 以色列去打这个就是相互报复的一环 你打我摩萨德的海外单位 我就打你这个外交的领事的海外单位 这个政治意义又不太一样 毕竟情报单位挨打不算是领土的延伸 但是如果正式挂牌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就是国土的延伸 那接下来伊朗要报复也会很头痛 为什么 伊朗可以打的这个以色列的大使馆领事馆 真的还不多 因为以色列周边都跟他为敌 所以以色列周边没有几个大使馆 真正的以色列有大使馆 叫阿联酋 问题你这个伊朗不可能去打阿联酋 所以这个是比较弱 但叙利亚现在还处在一种半无政府状态 因为阿萨德政府 在叙利亚内部的控制力比较小 而且阿萨德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反击以色列 所以他这个怎么讲呢 以色列选择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 是有精挑细选过的 那你变成说伊朗要报仇 就要找其他的比较没有政治意义 那么高的 什么海军 纯粹是军事性质的机构 意义就不大了 好 张军你看 这次他怎么打呢 F-35隐形战机 连续发射了六枚飞弹 另一头大家看到 就是伊朗的反击 萨尔六级的护卫舰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还有CNN也说在这个节骨眼 拜登又要通过出售 以色列50架有F-15的战机 大概是超过了180亿 美元 从军事角度来解读一下 对 这个 以色列派F-35的逆中战机 发射六枚飞弹去打 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 他的情报掌握非常精准 人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七名 包含三名高官 两名准将 其中这三名高官 有两名是准将的 都阵亡 是这样 所以情报掌握的 情报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人在里面 人在里面的话 这个时候下手 就这样 这些都是这些高级顾问 包含指挥官 在叙利亚 帮助叙利亚的 那刚好就被 以色列就利用这些时候 把它做个精准攻击 算是精准攻击 因为打到旁边 他们也没打到 没有 就是打大使馆 就是这样 那大使馆 就是国家领土的延伸 这也就是伊朗的领土 那伊朗一定会报复 我认为伊朗 他这个会外溢 外溢之后 我认为伊朗对以色列 大概两个 他会对以色列的本土 可能无人机攻击 或者是导弹的攻击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他会用这个 无人机或导弹 有没有可能暗杀 我认为也不要完全排除 这都是军事手段 他对的是军人就可以了 对 他对的是军人 你杀我的 杀伊朗的军人 伊朗也可以杀 以色列的军人 就是这样 那以色列的 在住中东地区的大使馆 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住其他国家大使馆 伊朗有没有可能下手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他会 这个以牙还牙 有这种可能 那会挑他再住欧洲 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属于防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进行攻击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这就是外意 你看到伊朗第一时间的 这个报复手段 去打这个 以色列的海军大楼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这也就是个报复 就是报复 他一定要有所交代 那这样子 他对打这个海军大楼 可能这个海军大楼 这个目标比较显著 而且一般来讲 海军大楼 没有像空军基地 以色列的这些 基固基保蛮强固的 他们做的规格 都是抗炸的 你无人机对他来讲 是没有效果 但是海军这方面 是相对的比较担保 所以他挑海军来下手 是有他的道理 那现在美国 一下卖50架的F-15战机 F-15原来自空空优 但是在以色列 目前在中东地区 是享有绝对的空优 其他国家空军 哪一个能跟以色列匹敌 没有啊 那这样子的话 以色列的F-15 他就用被轰炸机来使用 他带在那蛮大 对啊 他自空 他平常都说自空 跟F-22是一样的 F-22是掩护F-35 F-15是掩护F-16的 他会搭配的 这个在巴格达行动 炸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 就是派4架的F-15 掩护8架的F-16去攻击 这个伊拉克 在巴格达的核子反应炉 是这样 那现在他都已经掌握了 所有的这个 中东地区的空优 了 这个F-15给他 那就是做 这个战场主角 跟密西斯作战 因为他的挂弹量多了 我不要争取空优 争取制空了 我就摧毁敌人的 地面的目标 那现在这地面目标 F-35是逆中 可以用啊 但是如果是对方 没有这个方面雷达了 我逆不逆中不重要了 因为你雷达系统 防御系统是瘫痪的 F-15如如无人之境 而且他的速度也快 这个机动 这个动作也很成熟 以色列运用的F-15 也非常成熟 那他在整个的中东地区 整个空优 有了空优 他可以之意所为 你看他这个 这个立东战机去炸那个 伊朗在大马斯格的大使馆 这个自由进出啊 运作自如 根本没有什么战损 所以有了美国军售 如虎添翼 会这样子啊 而且这都是不错的 F-15的战机 它虽然已经30多年了 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你包含日本也有F-15 那这个以色列的话 在这方面运用 有了50架又更厉害了 空中之外 我们再来看海上 还有个武器题 让张将军来说一下 这是美国的海军新闻网站说 当然在这个 说美国已经实现了这个 船说当中的磁流体推进器 军事化的一个研究 它会安装在蒙大拿号的核潜艇上 那几乎是绝对安静 超静音 不是冷气核潜艇 超静音 那这个部分当然比对的 就是中国大陆 既然这个中国大陆 在这个精英部分 过去好像是个短板 那这样子来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请中国赶得上吗 这个很难去抓 因为我们抓潜艇的那些 这个叫声纳 声纳看到声音了 因为原来的 几乎所有的潜艇 都是螺旋桨 螺旋桨然后它有棒 有棒有齿轮 这些都有声音 推出来的东西 你听的声音就知道了 它的每一个潜艇 都有它的音频 那就知道还是 什么级别的潜艇 都可以抓得到 但是这一个 磁流体的推进器 它是由电能 电能 电 它吃电 电变成流体动能 它喷出来是水 它唯一的速度 就是它速度慢 因为你喷出来 它水推动 水推动出来 有没有齿轮的声音 没有了 有没有螺旋桨 那桨液在搅的声音 你看螺旋桨在搅动的时候 还有泡泡有没有 那个 水的声音都会有 它现在没有 它喷出来是液体 磁流体 它由电池产生的 带动流体出来 喷出来是水 拿水来推动 它由电能 变成流体动能 你看这边 流体动能 流体出来 流体对流体 没有声音 这个技术是什么 是独家吗 独家的 中共也在做研究 中共也在做研究 这个磁流体的 它很非常安静 它就因为海水是导电的 所以变成说 用强大的发电机发电 把用发电的能量 去把海水磁化 磁化 就会变成南极北极 变成前进后退的一个动能 所以如果南极在这边 北极在那边 磁正负极嘛 那就变动正负极 就可以把这个海水 往后面冲 或往前冲 变成前进后退 张中心讲对了 我是没有一些机械的构建 所以几乎是静音状态 1992年最早发展出来 是日本的山林重工 但是到了1992年 中国科学院也做出来了 可是就是经济上不够时效 我不晓得 美国这样做划不划算 理由在哪里 就是你要发动 这样可以达到静音的效果 可是你要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发电机 那你很大很大的发电机 比一般传统的机械更大的发电机 结果问题是 如果用在传统的动力上面的话 它跑的速度更快 所以看你怎么去取舍 这个发电机的发电量 跟你所要造成的速度 因为你在楼玄桨也要发电机 可是发电机很小 可是持有体发电机比较大好多倍 10倍以上 所以会比较慢 不是 就是说速度更快 可是问题就是 同样的发电量 你在用在螺旋桨的时候 速度比较节省经济 就是说你因为发电量那么大的时候 你载的油要多大 你的前车顶要多大 因为一定用 发电机本身用油量 或者你电池载越多的时候 就会生成你很大的负担 所以这个消息正面来讲说 它可能达到一个成本的均衡点 可是技术上是都可以 日本为什么后来没有去实施 选择补充胶原蛋白 要想发挥最大功效 营养师提醒 必须同步摄取维生素C 胶原蛋白在合成的时候 它是非常需要维生素C 作为一个辅美一个帮手的概念 去帮助它合成 如果没有维生素C的话 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实是会下降的 甚至是会变得没有办法合成 在使用补充胶原蛋白的期间 我们也可以搭配 比如说维生素C 比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奇异果 这些都富含的维生素C 可以一起试用 挂在脖子上面或是侧挂 就手机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就是有一种安全感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 我会跟身边的朋友去推广 是说你现在没有手机神吗 看你真的太炫耀了 所以让它free吧 让它free吧 好不好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也就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